高雄市議員黃燕玉在施政總質詢中 建言市府在大林普千村議題上 以保障當地租住居民權益為優先前提 因應未來在工程建設 龐大的物價上漲及缺工的情況 加速溝通尋求有共識的千村補償辦法 我一直重申一句話 大林普的居民他們再多的要求 需要政府的補償 都是必要的 也是應該政府要去聽取的 那其實經過這幾年的努力 所以齊邁市長上任 已經開始施施說明會 行政院已經出步 居民其實支持者也算多 因為當初也有辦一個醫院調查 最近有沒有什麼變化 我不知道 可是市府一直在溝通 我也希望趕快達成 剛剛市長也講說 這一兩個月行政院有可能會核定 那核定後才是一個大工程 有些人可能會不滿意 不滿意我們可以繼續溝通 就趕快加速進行 最重要是因為現在物價 一直提高 你多一年可能又多二十一五十一 一百一 不知道 所以說市長也講 它的溝通 讓大家讓大家看那盤生存 不要讓大家開到額外的花費 另外黃彥宇也提到 關於小港湧池長期沒有使用的情況下 市府單位可以考量在重新修建上 以滑冰場來做前提設計 或是將天文館加入 滿足專業滑冰 或是研究天文的學習需求 也帶動市區獨有的潛在商機 這少人看到的滑冰場 很少很少 我也跟運發局提醒說 不要以為的是小眾 可是你看這些小眾的選手 學生 哇他成績這麼好 就是因為我們從小到大 我們接觸真正的滑冰機率不多 你說直排輪四個輪 大家都會有 我們沒有那個場地去進階 你看他們用這麼刻爛的狀況下 可以拿冠軍 真的不簡單 這個你慢慢去想 這個是不是我們高雄市 或台灣未來要發展的一個運動項目 不管未來你要用BOT也好 還是市府 還是跟中央爭取經費 來自己來經營也好 因為小港湧池在那邊荒廢太久 他旁邊有公園 旁邊有空大 其實那邊滿好的地方 又離機場近 他發展觀光也好 發展運動場也好 都有他的條件 所以說剛好提出這個想法 我們是在那邊設一個兵工 當然我覺得會越來越聚焦 對於如何加速改進人形地域的觀念 黃彥宇表示 道路標線的重新設計和規劃 不僅可以用適當預算來實現 也進一步符合 南部民眾的民情反應 黃彥宇也特別感謝交通局 以及公務局跨局處的協調合作 讓未來在修整道路後 同時也劃設好適當的標線 為市民交通安全來共同努力 這支在加隆高雄採訪報導 有不理想讓我們 所以我再推動大臣 .-好高雄採訪 這支在加隆高雄採訪 師事理人不來